爸爸最近天天拉肚子 于是去医院检查大便 爸爸看着小护士长得挺漂亮的 我透视眼呀 人家戴着口罩我还能看得出来 爸爸准备想逗一下小护士 我还有那爱好呀 于是跑到医院门口买了一个烤红薯 捏成了泥状放在大便盒子里 我真是闲着没事干 小护士接过大便盒子说 太多了要拿去重新处理一下 爸爸说不用那么麻烦 说完爸爸用手拿过来就吃上了 吓得现场所有人都默认口呆 那能不吓着呀 那人家个个都以为我在吃大便呢 爸爸还问了句 小护士你饿吗 给你留点 小护士连口罩的来不及摘就吐了 这时旁边的一位大叔拍了拍爸爸的肩膀 说小兄弟 你拿错了 这一盒才是你的漂亮 好 Miranda 下个人 下个人 快自干 乱 我